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叔叔 你在看什么呀 让我看 像江洛彩一样 你盯着那边的叔叔和阿姨 都看半天了 走开 哪儿来的小胖子 等等 回来 小胖子 你呀 帮叔叔一个忙 叔叔待会儿再请你吃一支棒棒糖 怎么样 好啊 不过 帮什么忙啊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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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 你看我叫得对吗 我的糖呢 还糖 起开 你不是说不来吗 我来买鱼 来海洋馆买鱼 你有意见 没有 有点我想纠正一下杜总 鸣河水母和一般的水母不一样 生物节有一种猜测 它们的光线感应器 早在进化的过程中 就已经丢失了 所以黑暗的环境 反而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地方 就像有些人一样 只适合生活在黑暗当中 如果鸣河水母下洋而生 也许也会进化出新的生命机制 来适应环境 不能因为它们曾经身处黑暗 就不能向往光明吧 看来杜总对于水母这种有毒物 我们颇有研究啊 略知一二 那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什么水母是最毒的 澳大利亚乡型水母 长期生长在澳大利亚 和新吉尼亚北部海域 如果人们碰到它的助手 就会立刻死 被称为世界上最毒的水母 没有质疑 我说得没错吧 永总 刚好 我也想问一下袁总 世界上最小的水母是什么呢 一鲁侃基水母 其散体直径只有一点五零米 散体呈立方直径 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大宝昭水里 毒性比眼镜池还毒上百倍 一支足以知名 本来这男人的胜负运一上头啊 再高的智商都会变成白痴 二位 有没有感觉 说得口渴的 要不要喝什么水 我去买 喝什么 当我维闻